我们要求你们有骗各位 都写得很清楚 他就会因为这些状况引起一大堆的猫猫 你上要点去看留下来问 为什么产生那么多的负重药 其实就是这两张因素 好了 各位 血管必慢慢慢慢堆后了 所谓的动脉转转硬化 动脉会产生斑果 跟你吃下鸭筋有没有关系 有没有 那这些东西堆积到一定残住的时候 是不是你的血压有什么高 还有告诉我 当我们的血液细胞一缺氧的时候 我们的细胞就会跟这个总统组成群 告诉他 我缺氧了 我有问题 我氧气不够 我氧量不够 我们人体会产生一个带伤作用 总司令会下命令给我们的心脏 给我们的维血管收缩 收缩的目的是什么 提高供血量 提高血液流通 你让细胞回去 是一个自救的技术 这是人体前置动化调控的 但大家生命的本质是有前置动化的调控的 不是医生在左右 不是离我用药物在左右 这个时候 心脏压力加大 维血管收缩 血压又没升高了 血压一升高 我们用两血压 不行了 你要吃第二种药 第二种药 晚晚用的最多的 请大家看 什么药 钙磷子是什么东西 钙磷子是什么东西 我都跟我说 钙磷子是 我们刚才不是说 大佬要发命令跟心脏收缩吗 跟微信管收缩吗 我们这个都是靠植骨神经 迷走神经在控制 我们人有自主神经 自主神经 这样是控制我的骨隔肌 靠着我的行动 但是呢 迷走神经控制我们的平滑肌 叫做步随移 心脏 心血管 我们的血管是 包括我们的感管 我们做这个清淡的感管 都属于不随移植 不随移植不是有我们的意念控制 那这个不管怎么说 我们的神经要传导 要发这个子力 它要有一样的物 叫钙磷子 钙磷子一旦阻断 不是全部阻断 所以用药是用得很小心的 你看20个MG 50个MG就很多了 为什么 因为这个药一用下去 它就会把这个信号 钙磷子一旦阻断 信号就减弱 信号减弱的时候 我们的心脏压力 收缩力就降低了 我们的维血管 收缩也就降低了 这两个力量一降低 血压又降下来 血压又降下来 你们要搞清楚 你们吃得要的 这个样子 所以这个叫做控制 不叫做制 叫控制 这个如果你搞不清楚 当然我有一篇文章说 千万不要满足以 高血压的药物控制 我在我文章里面 是得清清楚 好吧 大家可以看上网来看 应该不放在文章上 那么基于这个样子 那怎么办 那么控制有没有道理 有道理 不能说得不对 所以我们在中医里面说 急者自欺标 完者自欺败 在急者自欺标的 状态下 你控制一下 老百姓不满意上街 示威 请验 稍微时空一点 不得已证报警察 可以证报一下 你是被农死 但是不能一直证报到底 要解决老百姓的 不满群序在哪里 证状控制住以后 你要去解决的不是血压 是造成血压的严密 好 说到这里我几个例子 这是我们终结宗教授 终结宗教授就是 心脏科的前辉 宗教授种的那么恰当的笔 各位 我们不妨在自己 大家在沙盘会议底下 昨天讲过 一锅水 一锅水烧热了 大家烧过水吗 给我 烧过吗 水烧热了 你们会把水温降下来 水温怎么降 放在那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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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然量 自然而量 来 大哥 怎么把水温降下来 水烧热了 怎么降 你们都是自然而量 你要问他这样 水烧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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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何把水温降下来 不要开了 开了它 把红盆子都冲掉了 你要怎么样 使它不要冲出来 雨出来 冒出了 这不就对了吧 当然大家在坐 坐在这里 大家都会关 比较快的 加冰块 加点冰块 水温很快降了 好 宗洁宗教授 就是这么比 加冰块 叫西一 关掉果 叫中一 都是降温 所以前者 加冰块 叫急者自其标 后者 关果 叫做 还者自其标 加冰块 比较快 关果 慢慢来 还要有时间 其实它各有其用 那就有人说 可不可以冰块 一加 火以关呢 可不可以 各位 可不可以 可以 可以 那就叫 表本监制 那这个里面呢 也就可以说 我们也找到了 可以解释 为什么 偶尔还是要 接受西药的治疗 不是完全不对 但是 假设 不关 不关 今天加冰块 水温加一加南 请问 明天还要不要加 要不要 所以你今天 血压高了 吃呢 就是今天加一加南 明天还要不要吃 好天要不要吃 今年要不要吃 明年要不要吃 吃到什么时候 吃到走了 大家信你 自理啊 自理啊 我从此一个 我们中杰宗教授 做的这个比喻啊 我就可以来前世 昨天还记得 记得 哈佛大学 医学院的 院长 叫什么名字 还记得吗 还记得吗 我们讲话 不然我们这个 立照事实 尼恩 巴维尔教授 他讲的话 我在医学院 教你们的一半是错的 遗憾的是 哪一半是我们都知道 不知道的那一部分 就是 他没有教学生光 所以我们也不能怪 我们现在的医生 连教授都没有教 我们这学生 他怎么懂 他竟然不懂 他变成了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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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一直会 跟你教兵犯 所以你不能怪他 但是各位 我们是教会者 我们是患者 我们有权利 让大家能理解了吧 所以怎么关火 既然学院没有教 我们自己要不要自救 要不要 这个道理就很简单 我这里讲完了 我也要特别 各位说明一下 你不能现在 已经在吃高血糖药 吃了十年八年 你今晚听完这个演讲 你就回去 默然把冰菜丢掉 那会传播 为什么 因为我们西方干的 西方是自我适应 你常常吃一样东西 它就慢慢适应 它适应了这样的物质 之后 它要有这样的物质的时候 它才可以正常你做 你默然一段 会怎么样 它会乱掉 它会有危险 所以你要关火 关火的同时 冰块要慢慢少加 慢慢少加 有没有机会 以后不加冰块 有没有各位 有没有 有没有 大胆也跌走 有 但是能不能都不加冰块 能不能 不一定 看你的努力 我们只能告诉你 到底 你要加冰块 还是要关火 或者慢慢地关火 慢慢地少加冰块 都是靠各位努力 再谈调一遍 不能冒然地 把现行你认识的药 马上断掉 我要这样的不恰当的品 有抽烟的朋友 有喝酒的朋友 要你马上不抽烟 马上不喝酒 可能你也失忆 或者你倒也失忆 好不好 戒烟要有个过程 节衣减药 我们今天强调的 节衣减药 也有个过程 也有个过程 你漫步不得 是不是所有人 都不要吃药 不一定 那么就说 在目前来讲 西医的存在是一条 但是它存在的范围 不应该像那么的范围 而且不应该那么专 我们今天的社会 过去我们一党独大的 时代过去 不过呢 现在看起来是两党独大 我们的医学 确实一一独大 这是人类的概念 那如何让我们大家觉醒 我想 昨天讲过 我们不能闲前倒回 我们可以自救 我们不能决定 气候 我们可以怎么样 我们不能决定 气候 我们可以怎样 改变心情 对了吗 我们不能决定 龙毛 我们可以不消 那就是这样 好 这个 这个就跳过去吧 好 好 谢谢大家